Hello 大家好 我是Timothy 今次為大家介紹 曼茨斯特的暫升樓盤 Redband Riverside最新一期 Redband Riverside 是位於曼茨斯特有史以來 最大的城市升級改造計劃 Victoria North 該區Redband只需要步行 十數分鐘就可以去到 Victoria Station火車站 Andel及Savage Shopping Mall 而且附近還有 暫心的甲級社自由集群 Loma 曼茨在過去十年都有不少 大型基礎建設項目相繼落成 包括被譽為 北方金絲雀碼頭的Spinningfield 有眾多的世界級銀行 在這裡設立辦公室 例如巴克萊銀行 匯豐 還有知名的律師事務所DWF 以及會計事事務所PWC 而且富時100指數 上市的公司當中 還有80間是在曼城設有辦公室 包括Google Amazon Microsoft等都是在曼城會有辦公室 另外曼城也耗資了6.5億的英鎊 設立媒體成Media City 吸引了英國廣播公司BBC 將總部在倫敦前往曼茨斯特 值得一提的是 Amazon於曼茨斯特的辦公室 在Loft & Quarter 擁有超過1000名的科技及研發人員 而今次介紹的樓盤就是位於 Amazon辦公室的隔離 Falcan就位於曼茨斯特 有史以來最大城市升級改造項目 Victoria Love 一個市政府總共投資了超過10億英鎊的 超級大型項目 Victoria Love項目橫跨7個新社區 由港人熟悉的知名發展商 遠東集團 以及曼茨斯特市政Pan 攜手打造 打造一個可以容納4萬人居住的全新社區 其中亦包括15000個全新住宅單位 113公頃的中央公園 新的學校、醫院、甚至新的輕蝶站 都會在區內興建 可見規模龐大 而Ratband作為整個Victoria Love 七個社區中頭一個社區 可謂萬眾觸目 Falcan這座更加是Ratband的第一頓項目 Falcan總共提供開放式 一房至三房的單位 預計於2027年第二季落成 售價只需要有26萬8千元起步 Falcan的住戶將會享有景觀平台花園 發展商還會專門打造一座六層樓高的Cup House 裡面會有健身室、共享辦公室、會議廳、天際酒吧和餐廳等等 如果你對Ratband Riverside的Falcan有興趣 歡迎聯絡L2 International Falcan21